至于沉默在旺角路障清除之后 不停都有市民企图在占领街道 与警方爆发冲突 由郑明辉带大家看看当时的情况 清理所有在外物之后 没有为旺角带来平静 午夜过后 旺角多处路口仍然有大批市民聚集 警方捉起人链 以防再有人冲出马路 在西洋蔡南街有机动部队戒备 警方多次说旺角是高危地方 呼吁人群尽快离开 走去吧 马路走吧 后面走吧 有人被警员推翻上行动路 不时有人企图冲出马路 被即时制服 多个人被带走 不断的冲突至到清晨 大概五点才平息 马路才恢复通车 星期三下午完成清理障碍物 入夜之后越来越多人 在银行中心对开行人路聚集 警方要求他们离开 但是没有人理会 警员施放胡椒噴霧 用警棍驱散人群 有市民受伤 有人被制服压在地上 多个人被带走 现场所见市民人数比警方多 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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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 很随意吃完饭想去找一些地铁 回到住的地方就遇到交通主事 警方振援拉起防线 再次要求市民尽快离开 但是很快防线失手 打算洗经的车辆需要截犯离开 追击的人和警方对视 另外警员又在尼敦道捉起人链 防止有人冲出马路 有人尝试爬上地铁站上盖 随即被阻止 警方多次举起红旗警告 亚洲电视记者就未发布了